大家好 欢迎来到《方程师范谈》 我是117 我是Hank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过去的2021上半赛季 维特尔被取消资格是什么样的结局 红牛带来了对每一本统治地位最强大的挑战 下面地球组多位转会的车手 哪些发挥亮眼 哪些令人叹息呢 是一场比赛里头我们评一评哪个最精彩 哪个最没劲 哪个预算帽的影响 宝塔斯·莱克宁 脚田·喬维纳西的未来在哪 小道消息 这次集中总结我们分为上下两部 现在各位收听的是第一部分 来听节目吧 首先呢 跟进环节 上周阿斯多玛丁正式的取消了上诉 也都是意味着维特尔这个PR 辛辛苦苦拿来的算是正式的没了 当然很是可惜啊 说维特尔这么精彩的一个发挥 算是小花絮吧 就是有朋友发现啊 这个三思又一次因为前面的车手被取消资格 或者说被罚食 然后又上了一次另一场台 然后还有一个好玩的就是 三思到目前为止以来 小三思的职业生涯里头 F1里头每一次上了一场台 勒克莱尔都推赛了 已经四次了 已经四次了 对 摩纳哥一次 这一次两次 第一次2019年的巴西战 勒克莱尔与维特尔碰了 然后三思上了一场台了 之后摩纳哥 勒克莱尔 对 2020意大利也是一样 对 勒克莱尔中间在Pairbolic出去了 三思上了一场台了 2021年的摩纳哥 勒克莱尔起步都没起步 三思上了一场台 然后包括这一次 在台北赛装 勒克莱尔真的是 还有一个跟进 我觉得还有跟进可以说什么呢 勒克莱尔的内燃机也挂了 对 但他这个挂的是怎么一个问题呢 他这个真的是就 确实那次 斯特罗尔直接把他 算是直接撞进去了 对 斯特罗尔直接把他边上的散热器 给撞烂了 然后勒克莱尔还开了一段时间 但好像就是说 他从一号玩开到二号玩出去这一段距离 然后把引擎给弄挂了 好像是这样具体怎么着 我们不知道 但反正据说 据说勒克莱尔的引擎也出问题 当然就是勒克莱尔换一个新引擎 没啥所谓 但是维斯塔潘或者佩雷兹换新引擎 就很是问题 因为这两个 这个是在争夺冠军赛的情况下 你要换一个新引擎的话 就会很有问题 对 后续的比赛都有影响 太准了 其实这次俩撞的都挺准的 这俩撞的真的是 把所有可能竞争到 比赛胜利的全都给干掉了 佩塔尸里也开过了 反正现在幸亏 大牛 维斯塔潘那次碰撞 把引擎给救回来了 否则就更难受了 我们说完了跟进环节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赛季亮点 我们现在11场比赛过去了 2021赛季算是过去的一半 我们在这来总结一下 我们觉得这个赛季 总体来说 有什么亮点亮眼的发挥 不管是从车队 还是整体的比赛 还是什么之类的 先说 这么大的亮点 现在真的只有红牛 现在 从第一场开始 从第一场 从80开始 就给我们整这么大一个玩的 这么精彩 这么紧张的 然后到现在 到现在和没奔就差6分 对 现在这个太 而且还是在 Max经常会有一些问题 一是像阿萨拜疆 爆胎撞出去 还有就是像 之后咱们就都知道了 那一次碰撞 但是之后还能只差 差得这么近 现在红牛 给我们大家的这场比赛 这整个这半个赛季 太太太精彩了 对 是的 现在汉米尔顿是195分 然后韦斯达帆是187分 现在差6分 所以说 就是因为 韦斯达帆在这一个赛季 可以说真的是 比较倒霉了 你想 在阿萨拜疆 根本不是他的锅 在领先第一名 直接25分 26分直接都没了 对吧 然后银石赛道的话 虽然我们要说 就是严格意义上来说 他不占大部分的锅 他就算没有 是第二的话 他也是类似于 只落后的7分 然后再加上 这一次匈阿利 本来很有可能 要不是第一 要不是第二 对吧 因为韦斯达帆在今年 他除了出去的话 他应该就没出过前三 我记得 反正 而没出 对 所以说 在匈阿利 他怎么着 他假如没被撞 他怎么着 他都是第二 或者第三 他可能拿个第一 所以说 然后这个 结果怎么拿个第十 或者第九 所以说假如他不被撞的话 匈阿利也是能够拿大把的分 所以说 理论上来说 韦斯达帆 其实应该是稳稳的 拿着冠军赛的胜利 但就是种种原因 加上比较倒霉 阿萨白胶 那个是真的倒霉 就是 倒霉中的 就是叫什么 战斗机 怎么说呢 好好的开着车 棒就棒 开就没了 对 但是说这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说那一场 对于韦斯达帆来说 不幸中的万幸 就是那一场比赛里头 哈梅尔顿也出去了 所以说相当于 没怎么变化 然后佩雷兹拿了不少分 但就是说 对 就是说理论上来说 韦斯达帆应该还要更靠前面一点的领先 但是因为 种种因为不是他个人操作 总体来说 不是因为他个人操作的问题 导致他 在今年的话 现在 领这个比分 暂时落后于哈梅尔顿 有朋友说歪头真的是好好 人品好 车技还好 假如大家说哈梅尔顿脏的话 那歪头那真的是已经脏到爆炸了 所以说 尽量不要以同一个标准来去看 就是 这个叫什么赛季亮点 我们现在整个说 整个赛季的亮点还有什么呢 那我就说 那我说这个赛季的亮点 就是三四名的争夺吧 说今年的话 麦凯伦和法利 虽然历史上来说 这两个车队应该是争夺世界冠军的 对吧 但就是 由于种种原因 这两个车队都跌到了很糟糕的地方 然后重新爬了上来 奈海轮是跌到 18年是最低的 1718年最低的 然后法利是20年最低的低谷 但是两个车队都是从低谷往上回来爬 然后两个车队 就是理论上来说 我们都是 感觉是都是非常棒的车手组合 对吧 勒克莱尔和塞恩斯 然后包括这边是利卡多和诺里斯 这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精彩 很棒的竞争 当然我们之后会专门来说 车手 我们觉得有哪些亮眼发挥的车手 和有哪些发挥不那么亮眼的车手 但是就是除了第一名的竞争 对吧 轰流和梅本 这已经非常激烈了 汉米尔伦跟魏斯大帆之间的 就基本上每一场比赛 我们都能看见这两个是 对吧 轮对轮特别激烈的竞争 除了这个之外 我们今年的第三名的竞争 对吧 迈卡伦以及法拉伦 对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就是操紧 咬得也很紧 咬得非常紧 而且我们这就大概提起来 就是说 李卡多今年的发挥 可以说是非常不进入人意 我觉得没有人可以 可以就是不承认这个 对吧 李卡多 对 这没法说 其实这就是和诺里斯比起来 对 因为作为一个有经验 拿过冠军的车手 然后和一个小将 小将相比的速度 一是从排位赛的速度 加正赛的速度 这两个都是和诺里斯 有一定差距的 对 而且他现在就变成了一个 麦凯伦不能把积分 再拉远 再拉远的一个 一个点了 一个问题了 对 因为感觉今年总体来看 除了比如说 阿斯拜江和摩纳哥那两场 就是总体来说 麦凯伦的车 跟法拉利的车比的话 麦凯伦是占速度优势的 不管是排位 还是正赛速度 但是尽管有更快的车 但似乎在积分上面 麦凯伦似乎没有和法拉利 拉开距离 法拉利现在是紧追不舍 我觉得就是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法拉利的两名车手 都能够拿到很多的分 很稳定 两个人都是很稳定 不管是排位 还是正赛 对吧 然后我们之前看 有一个这个叫什么 就是每个车手 在车队里头积分 拿的分的比例 我们看法拉利 两个人是最接近的 都是接近50%左右 对吧 现在三四的分 我就拿的比 拿的比德克莱尔 还多一点吧 是不是 三四现在是 三四是83分 德克莱尔是80分 对吧 两个人是非常的接近 我觉得在今年之前 是没有人能预料到 这我们待会儿再说 他反正就是说 总体来说 就是第三名的争夺 也是非常的好看 OK 今年还有什么亮点 今天亮点 其实我还是觉得 红牛 红牛现在的 二号车手吧 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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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给了 终于给了红牛 二打一 或者二打二的机会 我觉得这点是 对的 这点很好 派雷斯 派雷斯终于 发挥了前面两项 阿尔本和加斯利 没有发挥到的一个作用 对 终于可以有这个 更多战术选择 就像阿萨拜疆这场 这种 法国战争是 就已经很好了 法国战争是 佩雷斯真的是 非常非常好的 发挥出了他的作用 对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怎么说呢 我觉得佩雷斯的发挥 你要硬要说 我们之后 我们老的 跟大家来铺垫 我们之后的车手的环节 但我觉得 很多朋友也是很感兴趣 就是说这些车手 哪些发挥好 哪些发挥不好 但我总觉得 我们之后想说的是 这个赛季发挥 最亮眼的几位车手 和发挥最低于 我们预期的几位车手 但我觉得佩雷斯 正好是在中间 他既没有太超过我们的预期 但也不差 就是很完美的 达到了红牛 对于二号车手的要求 就是排位速度 不比维斯塔帆差太多 当然这个 他到底有没有达到 还有点争议 但是总体来说 就是说 在比赛的时候 能够给维斯塔帆 一号车手 能够给红牛战术的选择 能够让煤喷 需要考虑 进整个战之后 后面还得超一个量红牛 对吧 因为之前的话 这个 加斯底和阿尔本 总是在拉的老远 就让红牛 一点战术选择都没有 只有一辆车 打奔驰的两辆车 但是现在的话 至少红牛是 多了一个战术的选择 对的 有朋友说 如果我进F1 会选46 作为我的车号 加油 加油 这位朋友 至今 Valentino Rossi 确实是 Rossi也是一个 基本上神一样的人物了吧 或者就选6 因为Lando也是Valentino Rossi的死粉 他已经选了个4 你选个6的话 就是双剑合一了 对吧 对 一定要在麦克伦 一定要在麦克伦 对 要知道诺里斯的 诺里斯的那个 他的那些色 那个亮黄绿色 就是都是从Rossi这边来的 他是从小是Rossi的 Rossi的铁杆粉丝 亮点 亮点 还有什么小亮点 我觉得亮点差不多了吧 现在硬 硬 确实 差不多 差不多 那我们亮点说完了之后 我们就来说 这个赛季有什么槽点呢 我们之前老师说 这场比赛有什么槽点 我们这回把我们的这个 视野放大一点 这整个赛季 对吧 2021的上半年 这11场比赛里头 整个赛季有什么槽点 其实我还是 我反而照着赛季 但不从车队边来说 其实还是 想起阿塞拜疆的安全车 我现在想说这个 这个可以算槽点吗 安全车咋的 就是Max在那边 哦哦哦 不出安全车 哦对对对对 对 抱胎抱了这么久 在外面待了这么久 然后赛会部给红旗子 这种 那就是FIA的安全 对于安全 对安全 没错 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点 不能说不重 只是说反应会相对来说慢一点 但是这种就很危险了 对 为赛季当时赛季撞车了之后 是过了一分三十几秒 还是一分多钟才出了红旗 简直是不可以接受 太危险了 对 那你说到这个 我就正好 我刚才都没想到 正好我想到两个点 什么的 一个是Michael Massey 给出了一个解释 严格意义上 这不是他的判 不是他做的决定 但是他给了这个解释 让人特别不信服 什么的 当时阿塞拜疆 威斯塔坛撞车了 双红旗对吧 双红旗按照这个规则里头的定义 是什么呢 单红旗是需要降低速度 因为前面有危险 双红旗要大幅度降低速度 并且随时做好改变方向 以及停车的准备 脚前油门松都不松就过去了 一堆人油门 基本都没怎么松就过去了 然后呢 然后这些没有怕 对 然后因为诺里斯 很大幅度抬了油门 和踩了刹车 然后麦克伦一看 怎么别人 怎么一点都没慢 我们吃亏了 我们服从了规则 我们安全的遵守了规定 结果我们吃亏了 直接致点Michael Massey 这段被广播出来了 说我们觉得脚前 他没松油门 他非常危险 你们要不要看一眼 然后呢 Massey给了一个回应 我觉得特别让人恼火 Massey说 我觉得所有人都没有慢下来 那你就所有人都判就得了 那为什么所有人都不判呢 这哪有这么着高的 然后就还是很尴尬 就像之后的那种 之后的像比赛中的判法 就谁都判 都判 全给你判 然后这种 在这种安全问题上的东西 他反正不判了 觉得确实有点挠头 有点 对 实际上很奇怪 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是假如所有人都犯了错 那难道不应该 所有人都加个十分 就假如所有人都加个十秒的话 可能他说 这可能 但是所有人加到分上面 是会有累积的 对吧 你所有人都加个两分的话 这会让所有人都会 下次我不能 我不能这么全游门过这种 对吧 我得考虑到安全 对 这都是 这都是要教的 他怎么知道 这肯定是 有判罚之后 他们才会注意到 现在这玩意儿 就是无核之中的感觉 像我们弹幕里头朋友说的 我觉得这是真的很离谱 就是有些情况下 虽然这个真正的判罚 是属于叫Stewart 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 反正就是叫判罚官 或者裁判 是这么一帮人来做判罚 就是说这跟Massi 他其实没有太大关系 Massi只不过是一个 信息的传递者 但是我觉得他作为信息的传递者 这么着来给这些车队 来进行沟通 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车队来说 车手来说 还是对于我们观众来说 都是比较恼火的一件事情 对 赛季槽点有人说 说这个确实我们再提一个 小田寓意在两次压 维修区的进站口线 这个 我都不想 这为什么呀 那假如说说到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当做一个小跟进 是什么呢 他为什么压了两次 据说 据说是第一次压了之后 车队没有跟他说压了 所以说我觉得这就稍微能够合理一点点 因为之前的话 我是根本想不通 他为什么要压 对吧 你说这又不是多难的事情 但是这个一般的话 赛会会给警告 对 赛会给警告 肯定是给车队给警告 但是 对就是说 这个居然没有反映到车手 这太奇怪了 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会儿 就锅就变成了这个车队的锅 对吧 你说你赛会给了警告 今天车队锅也很多 对 车队的锅其实也挺多的 包括要说草顶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吐槽一下 比如说这个小红牛 对吧 加斯利传统技能 这个下了一丁点毛毛雨 然后就换全雨台球雨 之前18年 18年德国战也是这样 就是下了一点点毛毛雨 卡上全雨台 他一圈都跑不下来 就根本跑不了 小牛这个球雨战术 叶玛拉这个球雨战术 真的太好下了 只有他一个人 他是蓝 是蓝 换蓝泰了 对他换蓝泰了 对别的是 他换蓝泰是最奇怪的 对 对就很奇怪 就非常的奇怪 这些我觉得都可以算草点 然后包括 那个有朋友 在单部里头说 红牛环 那一堆罚的 那个也是当时 我不是也做了一个 那个马斯里拿着机关枪 啪啪啪啪啪 发5秒钟 那个也比较比较奇怪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你要单看这一场里头 这个一致性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我觉得可以褒奖什么的 就是他至少没有 比如一开始给了 诺里斯一个5秒的 之后没给佩列斯 对吧 他给了诺里斯5秒之后 他佩列斯他必须得给 他都给了 OK 移植性的有 但是吧 我觉得给的 我觉得其实都不应该给 我觉得 这又说回到我们之前的 那个问题了 对 到底他 其实就是说 这个 把他挤出去之后 对他 对被挤出去的车手 影响有多大 其实 还是就是 还是因为 奥地利 奥地利 出了赛道之外面 是沙石 就会很大 很大成功 影响到速度 但如果你说 你在法国站 又搞成这样子的话 法国站 你真的会给他 罚5秒吗 应该不会吧 对 而且其实 就都说 就说红牛环 那一场比赛里头 第一号弯的时候 诺里斯就把 佩列斯给挤出去了 但那就没管了 因为一号弯的 比赛是 利青的缓冲区 对吧 只不过因为 四号弯是沙石 所以说 总体来说 今年的赛季 的FIA的各种判法 我觉得 还是没那么进入人意 还有一个是什么 就是巴林站的四号弯 那些赛道的四号弯 怎么都这么多 争议一点 对吧 巴林站的四号弯 这都多长时间以前了 八连我都有点 都有点忘了 对吧 记忆都有点模糊 记忆模糊了 感觉好像是 很久以前的事情 确实很久以前的事情 就是 迈斯塔潘 迈斯塔潘和 哈梅尔顿的 就最关键的一个超车 最关键的一个超车 对 就感觉好久了 那是三月份了 五个月以前了 确实好像已经 八年前了 那第一场了 很早以前了 实在争议一点 就是说哈梅尔的 连续四十多圈 一直是四号弯 往外压 然后但是 迈斯塔潘 对吧 这样我们当时 也讨论的好多了 但是我们第一 方程师办谈 第一次博客来聊比赛 我觉得也是 挺有纪念价值的 但反正 老哥可以回去看一看 可以回去看一看 当时我们的音质 都不咋地 当时老白 拿着AirPods来录的 就是 那个声音 我自己就感觉救不回来 对 所以说 怎么说呢 总体来说 就是这个槽点 就是属于FIA的各种判法 我们刚才有朋友说 感觉马西还不如怀听 对 这个 怀听就是Charlie Whiting 就是在 很可惜的 2019年 奥利利亚等赛 之前去世的 之前的 Race Director Charlie Whiting 也是为F1的 总体的安全的 各个方面 也做了非常多的贡献 我记得之前听 Matthew Cutler 也是说 就是感觉 怀听在车队里头 就整个这个围场里头的 威望是非常非常高的 就不管是技术上的规则 然后包括比喻上 体育上的规则 经常就是说 车队 我们能问一下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然后他来可以解释 他来给他的 他的观点 然后一般就得了 然后好像是觉得 现在马西对于 这个在围场里头 威望没那么高 所以说这帮车队们 而且知道他们 假如聊天 说的很精彩的话 会被广播出来 所以说他们去找 他们去找Massie的时候 Total Wolf 甚至直接发一封 e-mail 发邮件 对 真的是非常 奥地利排位赛 阿隆索 大骂 维特尔 这真不是维特尔 这严格意义上 其实也是 还是队伍的国 我们要说 草点的话 可以吐槽一下 阿斯顿马丁的 这个什么语音 工程师什么之类的 一个是 他后面来车 你为什么不跟 维特尔说呢 我觉得这还是 很基础的一个 比较糟糕的一个失误 而且确实是 在那个弯角 是不能够 就是说 其实FA自己说 不能压车的 但是 对 这个 确实是 Total没有提醒 这也是个原因 因为毕竟车手 他不太好能看 车手 他是那么 两个小扣扣的 后视镜 啥都看不见 就他全都靠 他的车队的 这个工程师 来跟他讲 后面有哪些车 没错 还有一个 就是斯特勒尔的 工程师 就Brad 就感觉他 就感觉特别的躁 就他感觉特别烦 就每次他开口 都很烦的感觉 就是 但很明显 就是假如斯特勒尔 他不喜欢 这个工程师的话 他肯定能让他换 因为车队 都算是他的 但是没换 那就是他这个语气 我觉得特别好玩 就是我们观众 听得很特别烦 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 你知道就听惯了 加斯利的 再听惯了舒马赫的 你就会听别的 就有点多好急 舒马赫的工程师 舒马赫 舒马赫的好暖 感觉特别的耐心 特别的好 他工程师 VSF也是 GP每次都是特别稳重 特别沉着的声音 包括包容其实也是 然后一对比 就感觉Brad特别 我们有朋友说 FIA真的收没奔的钱了 为啥呢 就是为啥呢 假如FIA真的收没奔的钱 为啥今年要削地板呢 对吧 削地板 削这个扩散器 影响最大的什么 就是低下 这个低潜行脚的车呀 那假如真的收钱的话 那为啥要削这个 削地板 对吧 就是想想 其实也就 大家要在网上看这些 就特别是一些 比如说新看比赛的朋友 然后就是 不要听风 就是还是这一句话 就是 网上大家玩梗 是玩梗 就不要太当真 就是这个意思 Max的工程师和霍纳 霍纳的声音 这个音调更高一些 这个GP 它的就是Max的工程师 声音更低一些 更低沉一些 但就是确实很难分得清 我觉得 还有一个就是霍纳 霍纳一般只有这个 结束这个叫什么 跑完之后 结束吹一口 对对对 跟Toso差不多 对 就是削地板 是给被带力减压 但是说它可以从别的地方来削 比如说削扩散器的长度 对吧 然后削别的东西 但是就是削地板的话 这直接是去影响 就是FIA这边这么多技术人才 他肯定是知道 肯定是知道削地板的话 会直接影响梅奔的 对吧 罗斯布朗带领的这个团队 还是很精的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假如 你想吗 还是反正法 假如FIA收了梅奔的钱的话 那肯定不能在这个规则上面 大幅度的去削减 对于梅奔去 去对于梅奔造成影响 但是他这个很明显的 这个赛季造成 梅奔造成影响了 所以对吧 所以说你就玩梗是玩梗 大家不要真的当真 不要真的想着 不要各种阴谋论啊 什么之类的 其实说回Team Radio 他突然又想吐槽 突然又想吐槽 是谁 巴林那场是 不是巴林 阿赛拜疆的那场 红旗之后的 红旗之后的 是实际 我想我看下 是谁的Team Radio 上次 当时咱们比赛的时候 就吐槽了一次 让他stay out stay out of the track 那种 周伯拉斯 听我都每次 对 周伯拉斯 这也是一个 哇大槽点 这Team Radio 这今天天的各种车队 Team Radio 还有这种选决策 都太奇怪了 拉提菲是吧 拉提菲 对对对 感谢 太搞笑了 就是怎么会说 让他不要待在赛道上 用这么一个说法呢 太好笑了 对 这太神奇了 感谢我们弹幕里的朋友们 这个给我们来提醒 对 做一个纠正 对谢谢 假如我们说错什么东西 大家一定记得及时指说完 因为我们经常会 满嘴炮火车 确实有点 现在有点时间很长 有点模糊了 对 记忆模糊 对 这绝对是车队的国 拉提菲 没毛病 车队这种小战术 我做起来搞得有点 这都不是这样 这种奇奇怪怪的毛病 太毒化了 对对 草点的话 我们 要不那个下面那两个 我们放在车手 对放在车手里边说 我们说的舒马赫 我们说的是小舒马赫 小舒马赫 大舒马赫 现在不太好比赛 对 小舒马赫 他的工程师 大家可以去听一听 就是他的工程师 就感觉是那种 就是这个 超级温柔 褒义的暖男 对吧 就是 对 就是特别的 你发现点错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你下一次再尝试 我们 你现在还好吗 好就行 我们加油 加油 加油 很棒 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 已经去听一听 哈斯车队 这个小舒马赫 他的工程师 跟他的 就特别 比如说跟斯特罗 跟他工程师 一对比 就非常明显 就非常好玩 大舒马赫 怎么样了 大舒马赫 其实就是他们 对 反正就是咱们 就是迈克舒马赫 他现在应该是 说是醒了 但是就他也比较想 就躲开这些公众的 公众的这种眼光吧 就是他不是很想 对 再暴露出来 所以现在就要休息吧 对 还有Rob Schumacher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些信息 全都是传闻 但是猜测 猜测说是 这个Michael Schumacher 他应该是没有太多 能够对外界 做出响应的能力 当然这全都是 纯粹的猜测 大家也就是 当个传闻就得了 有人说德国人 对 他的读法应该是 Michel Schumacher 好像是这么读 我读的不太好 但是大概是 你知道Michel 是一个特别 特别那啥的 是一个特别 特别波兰那种 那边那种 像我的朋友Michael 都是叫Michel Michel 应该是读上Michel 可能是 对 可能是那边都是Michel 但就跟维特尔 维特尔的话 他就应该是读成 Sebastien Vettel 但是大家都读成Vettel了 还有那个谁 Ricardo 其实那个是个意大利名 其实应该读成 Richardo 他自己想怎么读 就怎么读 我们来说到这个 说到这个名字 还有之前有朋友提到 就是说 现在法拉利 其实有两个Carlos 有两个Charles 因为Carlos 就是西班牙里头的Charles 然后Charles 就是算是 法语里头的Carlos 所以他们两个名字 其实都一样 就是两个查尔斯 一个是查尔斯 一个是查尔斯 其实他有三个Carlos 另外一个Carlos 其实在麦凯伦 天天 天天Ricardo 听到Ricardo 听到Team Radio 这样就 Sorry Darren 那个 对对对 Sorry Darren 然后之后 然后之后是 然后让 雷卡托 雷卡托去战 太多了 对 然后 其实还有一个Carlos 在San San San 老爸 也是Carlos Carlos Sain Senior Y头那边 是不是法拉利时期 大部分 绝大部分的成员 我记得他的工程师 好像跟他走了 但是其他的话 就是 维特尔在法拉利 是绝对没有像 当时舒马赫在法拉利 那样绝对的 整个队伍的支持他 因为当时舒马赫 从 贝奈顿 就是贝奈顿 从贝奈顿去法拉利之后 是带了一批人 带了一个小团队 包括Ross Brown 然后包括 San Tod 这些人 就是 他们能够保持 在法拉利这种 高压政治环境下面 能够保持互相的支持 然而维特尔的话 就没能做到这些 然后很明显 在1718年的时候 这个 当时法拉利的车队经理 Merti or Ray Bennett 是 他跟莱克宁 是很好的朋友 就这么说吧 所以说 在18年的时候 在冠军赛争夺的时候 其实 维特尔之前也抱怨过 他不仅要跟 汉米尔顿斗 还得跟自己的队友斗 所以 就是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当时法拉利 没太好意思 让莱克宁 去直接让Doll 直接 扯手换位 然后莱克宁说 然后莱克宁也比较直 你到底要不要换位 你说清楚说明白 然后 所以那边就懵了 比较生气 有朋友说 当我铺着马牌 直接的厂长 会回归F1吗 暂时应该不会 暂时贝乃利 还是 这几年 但是贝乃利的话 应该 我待会可以看一下 至少这几年 是贝乃利的长 看合约到什么时候 对 但未来的话 还不一定 但是我怎么说呢 就是在F1造轮胎的话 费力不讨好 就是 你又得 性能得很强 对吧 F1这赛车非常快 同时你性能不能太强 太强了之后 你跑了之后 没有轮胎损耗 但是 性能 你必须得在某一圈 让它的性能 突然往下掉 叫 他们管的叫一个cliff 对吧 就比如说软胎 那你只能跑17圈 17圈往后 性能会大会下降 像坡度也往下走 对 就是突然一个 剧烈的往下掉 所以说就是 佩奈利这个活 真的非常难 非常难搞 05年那个事是 05年那个事是 当时谁 是登陆古 还是米其林 是吧 对 叫什么来着 米其林和 Bristone Bristone中文 Bristone的胎没问题 米其林胎应该是有问题 然后就是因为 这个 那个 Indianapolis那个赛道 他们是之前用的 叫Diamond Ground 把那个赛道 加了一个很深的纹路 所以说能够让在这个高速 过一个测轻的弯的时候 就那个弯 应该是十几号弯 我都忘了 过那个弯的时候 更像为了纳斯卡赛车 设计的那种赛道 对 当时F1还去那个Indy 所以说就是说 这个再加上 当时米其林在之前 就是他这个 重新铺路面之前 之后是没有机会 去测试轮胎的 导致就是 类似他们是低估了 赛道的对轮胎的 摩扫能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块高速玩之后 没有任何的缓冲区 那之前他们在练习战的时候 直接就撞墙了 就是反正印象非常大 对 出了个大事 所以说基本都害怕了 就不去了 对 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叫啥 Birdstone就 就只剩六辆车了 然后 这就让我们 就引到我们这个 对吧 就六辆车起跑 然后我们在上周 刚刚看了 只有一辆车起跑的奇观 所以非常有意思 就是 我觉得我们有声之间 还能再看这么好玩的 那么再说一个小跟进 就是什么呢 就是 我之前忘了 就是当时他们讨论 这个起跑的流程 对吧 汉米尔顿 它是在赛道上面 唯一一个起跑 其他十多辆车 全都是在维修站里头 起跑的流程是 在赛道上面起跑 也就是汉米尔顿 它起跑了之后 通过了一条线之后 维修区 那绿德尔维修区的车走了 假如汉米尔顿 起跑了之后 假如引擎熄火了 维修区的车好 那它可以就超过去了 不是 但维修区的车 它不会亮绿德 它就出不来了 就是说如果 如果过了线之后 算是超 对假如它没过线 它就车别了 比如车撞 出不去 对 它维修区的理论上 就出不来了 就特别好玩 然后汉米尔顿 就可以在赛道上面 待四个小时 导致比赛超时 然后导致 汉米尔顿 直接赢了比赛 这个可能 就特别的好玩 就是 好像是这个问题 假如汉米尔顿 没能直接走了的话 就是 这个技术上的 这个理论上 这个理论上 确实挺好玩的 他们维修区维修区都 这反正 让这么 基本上 CNE FE 最强车手 在那上 啪憋熄火了 那我觉得也太难了 那这就 太逗了 对 我们刚才有朋友说 是叫Shal 还是叫Charles 还是Charles 其实都有 Charles Lecler 他自己 他自己有时候 自己自称Charles 所以说 但是就是 理论上 法语 就在摩纳哥 在法语区 应该读成 Charles Lecler 他是有时候 自己称Charles 我觉得这个名字的话 主要就是 你自己的名字 自己想怎么读 怎么读 大家应该根据 就是名字主人 怎么读 所以说 大家管他叫Ricardo 而不是Richardo 米克管拉尔夫 叫叔叔吗 就是米克的 爸爸的弟弟 叫Ralph 我也不知道 那就是叔 应该是叔叔 米克他爸的弟 那肯定就是叔的 对 能说说阿朗索 纪录片的 麦克伦 IndyCar 为啥慢 我没看这个纪录片 我一直想看 但是 IndyCar赛车 那肯定是没有F1块的 首先IndyCar 它是德拉尔的 所有的车 都是底盘 什么七重套 也都是一样的 一个赛车 它肯定是比不过 F1这种 算是 算是这种 叫什么 概念车 对吧 这些都是定制的 就每个车队 都在一直研发的 肯定是比不过的 然后 然后还就是说 头哥之后 没有去跑IndyCar 头哥的话 他最大的问题 没跑 没跑Indy赛车 就是因为他当时 GP2 Engine GP2 Engine 让本田伤透了心 然后本田一票 否则的 头哥在GP2 什么GP2 在IndyCar里头 所有本田引擎 供应的 比如Andretti 对吧 他当时很想去Andretti 据称都 马上就签了 本田说不行 我们不希望阿龙索 开我们的车 没了 机会就没了 老傲娇了 老傲娇了 对 本田确实是老傲娇 但确实是 你说你在本田的主场 你吐槽人家的隐形菜 确实不大够意思 回一下抖音上面的弹幕 我们能 我能看见 Hank 你能看见抖音的发言吗 有 我 没有你先说 你先说 什么 就是 这个 叫什么 亮点 博达斯总算要走 博达斯走的算亮点吗 但是这样 亮点算是我们能看见奔驰 奔驰内斗了 对吧 然后 过两年新规会有保时捷 或者奥迪吗 假如能的话 肯定好 但是要有加入的话 应该也是2025年 就是明年肯定是不可能的 因为 怎么说 FE的这个引擎 又大又复杂又贵 就是 星期二现在 非常非常的麻烦 2025 或者V4 还是V6 不一定 我猜有可能还是V6 也不一定 就有可能 都 有没有可能纯电 应该不行 对 纯电 纯电 一是现在的话 主要是电池的能量密度不够 所以说 因为FE现在 因为FE的阻力非常大 就是因为动力很强 所以说它能够产生很多各种各样的 你想 这些前翼 这些尾翼 这些导流板 你大家看看这些导流板多复杂 那么多玩意儿全都会产生阻力的 对吧 它主要目标是产生涡流和引导涡流 但是它不可避免的会产生非常多的阻力 它正是因为引擎动力非常强 所以说它能够允许它来产生这么多的阻力 来获得很多的下压力 作为Formal E的话 它因为是电动 所以说它整个车的设计阻力是很低的 所以说能够允许它来跑完全长 45分钟加一圈 对吧 假如按照FE的 你说 我是说其实2025这个在他们两 因为当时有一个会议 就也是在讨论这个问题 到以后到底是会要一个高震速引擎 还是会变成这种更偏向于混动 或者混动的这样 混动是肯定跑不了的 而且我觉得肯定是 对肯定是跑不了 就看引擎 它们最后是说会重于混动 或者说用别的其他的这种燃料 就比如说像 就说它那种 Biofeel什么之类的 对吧 对对对 那种生物燃料一类的这些东西来做 推进 就对作为燃料 所以说也不知道 就是说还得看 因为之前那个引擎 什么奥迪亚那边 他们来讨论 据称 当然最后的结果我们不知道 但据称讨论 其实还算顺利 所以说 但但但但但愿能够 但愿能够不错 要是能真的有高转的话 那就还是很好的 这种高转 但大B8 我觉得 大B8肯定不行 对 对 就是有朋友问 是要四驱了 是吗 大家可以去参考 之前我跟老白聊 当时汉根应该当时没来 当时我跟老白聊的一个播客 就是我们俩来讨论 那是2025年 会有什么可能的一些改变 有可能四驱了吗 有可能四驱 假如这个F1 假如想来加入更多的动能回收的话 势必需要加入前轴的动能回收 但假如要加入前轴的动能回收的话 但假如MG UK的原理的话 就是假如它能回收的话 它肯定能够输出 那不是别人四驱了吗 那就是怎么来去限制 怎么来保留F1的精髓 什么之类的 就当时有很多挺有意思的讨论 二冲有机会 其实也有可能有机会 其实都有可能 但就是都得看这些厂商 因为二冲的道路相关性 可能更低一点 要说混动 其实还有一些道路相关性 对吧 就是这些 就不可能 除了什么AMG One 这种疯狂的项目 就不可能会有F1的引擎 直接跟道路上有什么直接的联系 但是 当然现在AMG GT 73 就是那个电涡轮 不是好像也说 可能也有可能吗 但总体来说大部分车 这些F1里头 这些科技 就都不会下放到路上车的 就是至少这几年 所以说 它要有个联系 要有相关性 也只是个 能让这些车来打一个广告 奔驰说 我们这个EQ Power 对 路上的规则太多了 就像很早以前的法拉利亚F50 也是这种本地说 做一个 我要把F1的引擎放进去 结果之后 其实根本就 对 就是因为它一个赛车引擎 这就跟为什么安全车 要用一个路上的车 不能拿个GT3一样 对吧 因为GT3 你要把引擎暖起来 你要启动引擎 一套流程的 然后对吧 然而路上的车 你按一个按键 引擎启动了 就能跑了 就是要这种随教随道的 你要路上的话 你需要 你要能烧路的话 你就得堵车 对吧 你要堵车的话 你一直转速 你一万 那个叫什么 六线转的带速 你觉得很难 对 所以说 你再看吧 现在的话 就是消息还不是很明了 到时候 2025年 到底会是 什么样的一个规则 会有什么样的变动 但就是 我觉得还是很期待 而且必要 但愿能够有更多的厂商 能够加入到FE里头 能够让比赛更好看一些 咱这都跑了哪去了 跑了 我们说回来 我们说回来 那这块我们 好题跑了这么多 我们接下来说 说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说 这个整场比赛里头 不是 整个三百年里头 哪些最佳的比赛呢 我们待会还要说什么呢 还要说最佳的车手 和我们觉得 最没有符合我们 预期的发挥的车手 当然这块 我们来插播一个广告 就是这里头 大家假如是在西班牙 或者说苹果的播客平台上面 听的话 麻烦大家给我们节目 来一个五星的好评 或者大家觉得 多少星合适 大家假如来写点点评 写点好评的话 会对节目帮助很大 然后这里头来感谢一下 我们在爱发店上面 直接支持节目的朋友们 有假如没有来到这个世界 千叶 他和成英去 JC4 Real 一点文十一 乘掌托马斯 不是真的村长 乘掌托马斯 买不起英讨 八千里宝还我 还是摇天 还有爱发店用户 EPM 感谢这些朋友 在爱发店上面 这个月直接支持我们节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爱发店就是一个 直接能够支持我们 节目的一个平台 在爱发店平台上面 直接支持我们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搜索 方程师漫谈 或者Chester17 就这样的话 能够允许我们 去不迎合平台推送的机制 去制作更加详细 更有深度长时间的节目 因为现在这些 视频网站什么之类 就是非常的注意 玩播率 所以说我们做中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左右的视频 加上Q&A三个小时 玩播率是其实会很低的 但就是我们还是 很希望做这些 大家也不少朋友 喜欢的节目 就说能够 比较深度 比较就是掰开的 揉碎的去聊 这些有意思的点 所以说我们爱发店上面 有一些小的福利 比如说专属的 抢先版播客 之后比赛的话 我们一般都会是 在周日晚上比赛之后 录制11点开始录制 录制到12点 1点左右 然后立马我就会把音频 丢到爱发店上面 这样的话 大家在周一 早上通勤的时候 就可以由播客 新鲜热乎的比赛回顾来听 所以说 然后之后Q&A的话 我是这么想的 Q&A音频 Q&A现在已经遇到了 不少播客平台上面的 音频大小限制 我想的是 我们播客上面 专门的Q&A环节 我在B店上面 会传完整的直播录频 然后音频的话 在这些 比如说 喜马拉雅小宇宙上面的话 我就只传我们的正式节目 然后Q&A 可能放到爱发店上面 这样的话 假如大家不想花钱的话 B店上面也有 假如大家想在 爱发店上面听的话 算是个小的福利 所以说大家假如想 支持我们 可以在上面看一看 一个月10块钱 然后大家想聊的话 可以来加我们的 F1相关Q&A 970 29 29 00 我们在比赛周末的时候 这个趣能会非常的热闹 有很多朋友 确实我们 现在开始连麦 看比赛了 连麦看比赛 很有意思 大家假如 不要很孤独 自己在家里头 就不是吐槽 大家假如很孤独 自己在一个人看比赛的话 觉得无聊的话 没有人聊天的话 大家可以来 加我们的Q&A群 我们在比赛的 周末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人 一起看比赛 在群里头聊天 会有连麦 大家可以 就像跟一帮朋友们 一起看比赛 其实非常有意思 算广告 算广告 微信群的话 大家可以直接 加我的这个B店上 私信我 我会给你微信 我们Q&A群的二维码 就是这样 有人说 四驱不符合 F1的发展理念 怎么说呢 F1的发展理念 是啥呢 F1的发展理念 不就是更快 更高 更强 对吧 是奥运会 是奥运会 算了 F1 F1加入奥运会 这是啥 我们可以大概提一嘴的 就是说四驱 就是四驱这个东西的 我并没有觉得 它怎么说 它跟F1的理念有关系 有人说F1的理念 是省钱 F1 F1一点都不省钱 但是F1 为了生存下去 必须要省钱 就是因为 不管大车队 还是小车队 不管是一年 投入四五亿 研发的煤奔 红牛法拉利 还是小车队 什么哈斯 这些 他们都不喜欢 花太多钱 煤奔不喜欢 花这么多钱 小车队也不喜欢 花这么多钱 所以说 F1 就F1要限制 这么多 就是限制这个 限制那个 大家可能觉得很烦 就确实挺烦的 因为大家都想看见 大家想看见 想看见什么大斯 想看见什么 这个F-duct 这种会 变形的潜意 这种各种 但是这些东西 都要花钱 车队就没有玩 没法玩了 因为根本花不起 这个钱 对 因为就是 然后都变成了 大车队之间的 互相投钱恶性竞争 其实就不好看了 所以说 现在的预算帽 其实就是为了 限制这个问题 我其实挺喜欢的 就是包括 今年的1.45个亿的 预算帽 虽然1.45个亿 这个数字 不太能够 就怎么限制不太了 大了车队 主要是因为 他没有加进去 车手的薪资 以及车队的 三名最高薪资的 高管的薪资 所以说 但是这肯定是一个 好的开头 这印钞预算帽 肯定FA 就直接给你 罚款降临 这种肯定是 他既然给了你 这么一个cap的话 他肯定是 肯定之后的相对手则 肯定也是很多的 红牛下半年 预算够用吗 这个还得再看 这个还得再看 UP什么专业的 UP什么专业的计算机 马董 我是啥 你是啥 我是国际贸易 国际贸易 可以可以 非常的国际 然后其实 最对口的 其实是老白 但老白这两天不在 对 老白也是 计算机了 我现在跟老白同意 老白是双专业 老白比较牛逼 对吧 老白是 computer engineering 和 mechanical engineering 双 对 这个engineering 这个相当 相当屌 对 所以说 我跟他查 确实没有问题 我们来 就是说 算是一个小的 跟进 跟进环节 就跟进环节的话 是会散布在整个 博客到处的地方都有 就因为想到 就是哪个 有些朋友提到哪个 然后就跟进环节 就是follow up 就是说 之前我们聊的东西 现在有一些新的进展 或者之前没有说清楚的 或者有些 大家有什么观点 什么之类的 主要就是说 有些进展 什么之类的 我们来重新跟进一下 来就是说 所以很多朋友 问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预算帽 到底会对红牛 今年和煤奔 当然有什么影响 就是预算帽 我觉得就是 很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就很多人搞不懂 我也搞不懂 我也没太搞懂 因为主要是因为 没有一个官方的 一纸文件 对吧 不像是比如说 F1 2021 技术规则 体育规则 大家直接下进来 70多页的PDF 自己看见 每一条都写的很清楚 但是预算帽 就看不太清楚 就只有一个 financial regulation 但是就是大家很多 就搞不太清楚 所以说预算帽 今年是什么呢 1.45亿美元 然后就这些是什么呢 包括所有的 这个车队的研发 什么之类的 然后不包括什么呢 不包括车手的薪资 比如说哈密尔顿的 这个4000万 有没有 其实大头就出去了 对 然后不包括 我记得是不包括拆旅 然后不包括车队里头 三位最高的主管的薪资 对吧 所以说这其实 当时我记得在 Mistap X里头 他们找了Matthew Carter 就是之前Lotus的CEO 他当时跟他们分析了一波 说1.45亿 好像对于大车队来说 没太怎么限制 就他们之前 就是把这些车手的薪资 把这些就是拆旅 然后包括宣传 然后包括各种玩意儿的 加起来 其实跟之前他们的预算 其实也差不了太多 所以说就是以他的观点来 以Matthew Carter的观点来说 就是现在的预算帽 对于这些大的车队来说 整体的 是没有太多的限制的 因为他们之前预算帽 之前也差不多花的是 大概的数 但是就是确实 今年的话会比较紧 主要就是因为 明年有新车 有非常大的改变 所以说车队必须 把今年的预算分拨 一波是明年的新车研发 一波是今年继续研发 然后呢 Mistap X里出来了 对 然后所以说 所以说这个 叫什么 对于有些车队来说 比如说法拉利 比如说 特别是法拉利 就是这种 他们今年基本上 完全放弃 第三第四 我不太所谓 专专心心干明年的事 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是很有优势的 但是你看 比如对于红牛 或者梅本来说 他们就是想 今年肯定是想拿冠军 因为今年的机会 你今年的话 今年有明年 就不一定有了 所以说他们肯定是 今年要投不少钱 来去升级竞争的 哈斯什么的 其实也是 都是专心等明年了 所以说 预算帽的话 像Carter说的 就是一是 对这些大车队来说 他们的限制 其实没有太限制 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说 之前TekTok Sam Collins 也提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 预算帽的话 它不是太死的 它有一个5%的误差 一个浮动的误差 这5%是干嘛的 就是说假如车队 比如说 撞了车了 被撞车了 比如说你开着 好好的别车 你给你怼着 你车废了 假如是这个 你是非强迫性的 就不是你自己的锅 假如车后来 要修车 花的钱的话 是能够在这5%里头的 就是说 比如说 你多花了点钱 没有问题 假如你 但这个的话 你必须得跟FIA 就是去专门去审批 就是证明 我这个多花的钱 是不是我的锅 别人把我撞了 然后我就撤坏了 当然你看 比如这种情况下的话 尾斯阿凡那被撞了 其实我觉得 很明显是能够 放在这个5%里头 因为FIA当时也判了 还没人能判了10秒钟 所以肯定也是认为 还没人是占主要责任的 所以说 这就是占5% 1.45个亿的5%是多少 7.8万 7.8百万 所以说之前红牛 他们说的180万的车损的话 放在7.8百万的 这种5%的预算里头的话 其实还好 这么一看来说 其实不会太影响 Carter也说了 红牛不是说车损180万 然后当时梅奔说 当时拉塞尔跟波拉斯的碰撞 车损100多万 有一点夸张 什么意思呢 就是因为F1 它这些赛车 它都是定制的 都是手工 大头钱在研发和引擎里头 假如你引擎没坏 然后假如你研发 研发出来 你没图纸没丢 你再造一份 其实花不了那么多钱 主要的还是研发的钱 所以说你 100多万的话 其实对于车队来说 要不了那么多钱 就两个车队 其实都有夸张的程度在里头 准大一听得慌了一批 为什么来做F1了 就是因为喜欢 我明天还要去华为上班 还得码代码去 现在破键盘都不敢找东西了 没事 没奔驰 涡流封闭地板 玩挺久的 现在所有的人都是玩这个 大家看现在所有的车队 前一 都是这一个概念 因为就怎么说 现在的地板的规则在这 那肯定地板是要占 绝大部分的下压力 那地板要下压力好的话 那必须要把边上封住 这样的话车两边的这个叫什么 OK 那我们跑题跑了这么多 我们来说回上半个赛季 最佳比赛吧 最佳比赛 那就说最近的吧 匈牙利 什么说呢 一是 哇塞 恭喜奥康 还是 恭喜奥康 虽然说是走运 拿了一个第一 但是说 但是他能把这第一的位置 在这么高压 从维特尔这里这么高压的 一个世界观就在那里追击 对 在那里追击 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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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努力的 还能努力的拿到一个第一 其实相当不错 因为 因为尤其奥康在前几场的话 表现其实是也是 没有让我们怎么看到 也不是很亮眼 甚至游击场还比较 游击场还比较差 尤其是 尤其是 就当时刚宣布 我拿了 他拿了五年合同之后 然后 三年 三年合同 sorry 三年合同之后 当时发挥就不是特别好 然后现在 一次 拿了个第一 然后 能做成这样 不错了 真的不错了 然后 我怎么一直在说 anyway 第二个 当然就是 哈密尔顿 和阿隆索 阿隆索的 这场对决吧 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说真的是 对 真的是 前几场 阿隆索也是 毕竟是 毕竟是那相对慢的车程 真是没有体现出 体现出 他 前两场没有体现出 有 像这次 这次这样 这么强的 这种防守能力 真的太好 他真的太漂亮 太漂亮 激动人心 这场真的 对 熊亚利这个 奥康这事 让四次世界军军没事 追的都没油了 对吧 都放肤住了 对 我觉得 熊亚利这场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那我说一场 我就在说几场吧 我觉得就是 因为今年 其实都太精彩了 我觉得最亮眼的几场 其实就是 一个我觉得 西班牙战 是 我觉得一是因为 大家对他的期望很低 但是居然还特别的精彩 就是不管是 就是赛道上 其实也有 也有不少的超越 比如说一二三四毫玩 这个来回连环的超越 还是最前面的 韩米尔顿 韩米尔顿进两次战 然后来对吧 19年的薛亚利战 重现 非常好看 战术加上赛道上的 这都很好看 还有一个什么呢 法国战 就是今年特别好玩的 就是这两场 大家都觉得 肯定是巨无聊的比赛 居然都这么的精彩 对吧 法国战前面 最开始四个人 都有可能拿比赛的冠军 到最后的几圈 我们才知道 到底谁能赢 对吧 韩米尔顿到底 能不能追上韩米尔顿到底 这是决策反转 对吧 能不能保住 博拉斯能不能够保住 然后韩米尔顿 能不能够超的过去 对吧 特别的好 除了这个赛道 不好看之外 韩米尔顿设计 看着眼睛疼 觉得特别晕 但又停不住的 想看屏幕 但就是 真的是 确实是超乎 我们大家预期的 我觉得确实是很大的 就是因为我们预期很低 所以说 所以说 再加上它确实非常的精彩 由于说一 法国战 法国战 我法没有比过 我法没有参加 我不知道我法在干什么 但是没有关系了 就跟2017年的新加坡战 对吧 就没有发生 这场比赛取消了 肯定是 对 这 法拉利那场 应该上车的问题 就它轮胎用得太快了 最好玩的就是 消耗太强了 最好玩 而且就没一场 对啊 因为之后的比赛 对你说你说 之后比赛都还好 最好玩的就是 咱们之后 就比如说那个 奥地利之后 然后他们问 采访了格莱尔 你们为什么法国战 那么垃圾 然后现在都跑 我们不知道 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为什么法国战的 号轮胎号那么多 然后现在号轮胎 好像又好了一点 对吧 你看这个 之后 之后在饮食的时候 法拉利的轮胎 他跟那是皇太 跑了那么多圈 没错 没错 然后在法国战的时候 吃轮胎吃的跟什么似的 就特别的奇怪 就高高低低 就你也不知道 他到底水平是怎么样 到底是费轮胎 还是不费轮胎 就很奇怪 所以说就 就非常的好玩 太催机了 想知道车手方向 显示整个赛道 其实我觉得 显示整个赛道 对于车手来说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 这种需要 他们基本都已经 把赛道全背下来 对 就是怎么说 他们车手对于赛道 有些的弯的编号 有时候记得 不是特别清楚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能够看见 他们车手的搜仓里头 左边或者右边 他们会贴一个赛道的图 就是几号玩 几号玩 这个主要是为了 他们说什么 比如说 比如说银石 银石大家都说 大家都说弯名 比如说Cops 很少有人说 九号玩 怎么知道 九号玩 可能在反映一会儿 应该是Cops 但是的话 就是说 有些时候 比如说你看 进这个Woodcock 然后Luffield出来 这些 它其实感觉是一个玩 对吧 但就是说 假如这些弯 它主要是 它这个车手 在跟工程师们 之间沟通交流的时候 说我几号玩 几号玩 比如说四五号弯的时候 车的 比如说 有点oversteer 管车过渡 和什么之类的 他们需要这个精准 但是 就是假如平时的话 就是赛道 怎么走线 什么这边的车手 都手都不能再手了 对吧 就算是新人 模拟器也开了 就开吐了都能 就是赛道 怎么走线 肯定都记得 所以这方向盘 是不能显示的 但是他们车的边上 会贴一个 然后 佩特斯还会贴一个耶稣 Jesus is the way 对 然后发现是Jovernaz 其实是Jovernaz 其实 对 你要真放大了 看Jovernaz 所以说 他们的方向盘 其实都是定制的 所以说 就是想显示啥 其实都行 只不过就是 没有太大必要 显示这个 显示每辆车 都在什么地方 其实这个是 不允许的 Race Engineer的 Race Engineer的 一个责任 其实 就这种东西 其实每辆车 在哪里 其实最 最重要的 就只有 在他 在他后面几秒 和在他前面几秒 这么几个 对 其他的那些 比如想想想 这半圈以外 这些其实确实 对 然后 不会太重要 这下还有一个 就是说 因为 F1的规定 就是防止 算是车队 操纵车 或者什么之类的 是严格限制 车队 往车辆上 发任何消息的 除了 工程师的语音信息 所以说是 没有办法 发过这任何东西 这也是为什么 大家看 比如说引擎坏了 像什么 Laclarity 现场 在英国那 高速里头 现场 Debug引擎 引擎坏了 把这个传感器灌了 把这个传感器灌了 把这些Mapping调一下 为什么工程师 没法调 因为他真没法调 因为规定不能够调 不能够车队 来去调整 车辆上的任何东西 就不能发任何东西 除了车手语音 所以说是不能够 所以说你现在能理解 就为什么不能显示 这个车的这种地图 什么之类的 对吧 他没法显示这种事实 他没法把这个消息 发过去 因为这些 叫什么 这个车上的ECU 什么之类的 也全是FIA统一的 也会都会贴 这个Seal 这个密封 有个朋友说 歪头 歪头真的是小游戏的King 确实是这样的 歪头 小聪明 贼机 就不管是 老会琢磨别人的赛车 长什么样 什么之类的 然后包括有种 小的这种 规则 什么之类 他都门清 比如当时VSC 就是VTLE 当时他自己找到了 一个什么的 就是说能够在VSC的情况下 还能够开得比人的快 一个小漏洞 他找着了 他当时刚说出来的时候 好多人都不信 结果发现 他还真是 特别好玩 VTLE真的特别好玩 我觉得 而且VTLE VTLE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车迷 然后就技术 技术 nerd VTLE算是学 老geek了 真的是老geek了 所以说2021 技术总结 上半期就到这里头 下半期我们会继续讨论 最不精彩的哪几场比赛 然后包括这些车手 之后可能的转会 小道消息等等 下半期会在下周放出 大家记得点击订阅频道 并且速质三连 来个五星好评什么之类的 来加入我们的QQ群 970 29 2900 今天这个节目就到这里头 我们下期再见 下周见 下周见